出發囉 直接是讓食物變美味的魔法 許多職人也常運用它 來製造令人難以忘懷的味蕾記憶 這個人 他跟黑豆是生命共同組 我只能說這個人 笨 對 不聰明 不聰明 你這樣講 他做了這個東西 基本上很多人在做 大概兩個禮拜就好 好 你知道他做了多久嗎 做多久 兩年 一樣的東西 但他做兩 只是八倍喔 你計算能力很好喔 是不是 你一定以為是這樣對不對 對啊 錯 不然呢 就這位 你好 你好 我有特別跟他講 我說這個人跟黑豆是有很大的關係 當然是 當然 這個人就是不聰明 人家做你做的東西 是 我剛剛是有想笨 不好意思 因為人家做這個東西花兩個禮拜 你要花兩年 是的 是不是 真的花很久時間 其實本來就應該是兩年 那是因為一些我們商業的環境 大家在談應該是價格 而不是品質 對 從以前傳下來的時候 它就應該是兩年 所以以前就是兩年 以前版 只是以前是兩年基本起跳 對不對 還有我有買過 我有買過15年跟25年跟35年 是 它製作方式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純粹我們在講 叫 它不是一個 重點 它講到發酵 發酵 酒嗎 我就知道你這個酒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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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發酵有醬油對不對 不是醬油 你淘汰掉了 也不是酒 又淘汰掉了 還有什麼 醋 你看 我就說 它就是愛吃醋 對不對 愛用醋來作菜 因為剛剛想到這個 黑豆醋 黑豆醋 巴薩米糕 巴薩米糕是葡萄醋 對啊 我們台灣有黑豆醋 有 我們現在在幹嘛 做黑豆醋之前 我們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好像怎樣 這個發芽 對 要去做醋要用發芽 沒有 只有純粹在黑豆醋 因為 那你幹嘛要把它發芽 我說這個的話 可能會比較可能 因為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老樹穿下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但是以現代的來看 你看 對 它其實裡面要讓它那個 胚芽長出來 它的養分是最高的時候 對不對 沒錯 豆類本來是蛋白質 所以會養分是不是 對 豆類本來是蛋白質 一旦它發芽的時候 它就蛋白質會轉成維生素C 或是非常多酷素 但是你如果一般吃 你吃豆 它有營養 吃菜有營養 吃豆 然後發芽它營養會高 你好有學問 開玩笑 假如有一老 你有一老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讓它發芽75% 有確定75% 這樣那麼代表這一批黑豆醋 應該是好的 是好 第二個 我們在養分的時候 它的發芽這個芽若香 要這樣不超過一公分 在一公分左右的時候 這時候能量是在這個黑豆裡面 當它芽超過一兩公分以上的時候 它芽若香到那個芽海 到蔬菜去了 所以現在還是有豆的 你也很有學問 真的有一老 我如有一老 是不是 我想大家應該不是很清楚 怎麼製作黑豆醋 首先這樣發芽不到一公分的 黑豆炒過沙青 但是為什麼要炒黑豆呢 大哥 他剛剛講說 本來黑豆是偏什麼性 偏寒 炒過沙青就變什麼 偏熱 對 其實熱性 寒性 都代表有它不同的功效 然後所以我們在下章的時候 我們要熱的也有 煮的也有 就熱的寒的通通都有 其實發芽過以後 通通都是平性的 但是我們需要它兩種性 都是在裡面 好像以前傳下來的功夫 都是這樣 已經沒有聞到那個生生的味道了 它又要吃 它又要吃 比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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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焦香味 對 然後那個聲味 沒有了 就差一罐啤酒了 黑豆來講 它從黑豆裡面 除了炒過的黑豆 還要加上蒸熟的黑豆做混合 才能釀子 大哥說 釀醋的時間 要比別人多花兩年的原因 是因為釀造的過程中 不添加任何的酵母菌 讓豆子自己發酵 再透過羊土養鋼的方式 讓好的菌種自其產生 當好菌的數量 優於壞菌時 發酵自然成功 反之因為一切都必須要 仰賴自然產生 失敗率也相對的變高 這樣看似一瓶簡單的醋 可是經過長時間淬煉下來的產物 很好奇它長什麼樣子 這個已經是發酵兩年 兩年多吧 就好了 你也發酵兩年 你為什麼 目前它酸度還不到 還不到 因為這一種到底哪時候好 礦體公佈了 而且看它原來的黑豆 到底養不養不養 又放豬油 這一塊就是很天然的一個醋酸菌 其實上面是固體 它並不是液體 你看 固體 這是固體 可以摸嗎 可以 奇怪的醋感 那瓶皮 對啊 很像 最好的醋它是酸不留口 然後瞬於吼 味是熱的 叫酸不留口 不好意思 你用中文再慢一點講一次 好久要唇齒流香 好處要酸不留口 因為它分子自己分解了 六七個階段落分解 現在分子已經很小了 很細緻 所以說喝下去要酸不留口 然後瞬於吼 喉嚨要順的 喝起來很順的 很順 不卡 絕對不卡 喝了以後 比酒的速度還會覺得軟於 味是熱的 真的假的 應該是真的 因為師傅就這麼講的 試試看你就知道是真的假的 這是黑豆醋 這是黑豆醋 怎麼顏色 它有一個 你這個有一個醬油味 對 黑豆味很明顯 我沒有喝過黑豆醋 是 它好明顯的黑豆味 很特別 你很難想像 你一直覺得那種黑豆 你一直覺得這個味道 其實說真的 你腦袋裡面你喝到第一口 你一定認為說 這是醬油的風味 對 但是它卻是醋的口感 對 醋的味道 是 大自然的味道 你現在看 這一塊其實很不錯的 可以吃的 這一塊 比果凍還好吃 這塊 這塊豬油 這塊 我剛剛說這屬醋酸菌 乳酸菌跟酵母菌三個 三大體 一個結合體 好像不... 不好黏 好熟悉的味道 好熟悉的口感 該怎麼講 很難形容 椰果 有點像我們在賣椰果那個 那個叫什麼 果凍 椰果果凍那個 對 這不如吃菜都會辣 因為它會參與你味的 分解作用 因為它P 目前的乳酸菌 沒辦法在胃裡面存活 因為它PH值比較高 中PH值已經到2成3了 大哥說會用古法釀醋 是因為30多年前 在醋工廠當學徒 從老師傅的口中得知 久放久了會變成醋 因此傻傻地學習古法的釀醋 他能享受這種 一分更於一分收後的過程 什麼 還有珍藏版 這是華人的華人的華人 因為華人的華人 因為華人的華人 華人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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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發酵的東西 我會講還是華人 還是老祖宗吧 香 它最大的特點 因為他們用華人的華人 它是放在湯裡 像木桶 對 它放湯下去 對 其實以我們這種缸來講 我要是葡萄的本位 這一缸到現在大概快7年的時間了 7年 目前 我估計大概在11、12年應該 就可以完成了 還有11、12年 因為做20年 其實你看這個 只是單純葡萄汁而已 我一直看這個砍就砍 一隻小子 阿婆 你葡萄 不管你怎麼做這種味道 它現在很像那個 匈牙利那個公牛雪的味道 或者它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之前去那個哪裡 埔里 埔里 它那個 紅酒的味道 它是熱發酵的 這個對我來講 它叫時間的味道 好像馬蕎拉 雪莉 對 波特的那一類 這個對我來講 真的叫時間的味道 它單純就是一個葡萄汁 我們一直熬煮了以後 經過它這種水 溫度濕度的控制 發酵它的味道出來 嘗試 波特酒 它就是波特的味道 好 來 再多一點 波特酒適合給什麼答案 而且現在他們用的葡萄 都是用專門種酒的葡萄 其實我用的是 我們台灣的品種叫巨峰 巨峰 它的甜度養分高 以發酵來講 養分越高的 發酵出來的東西 它真的越好的 這個很舒服 喝到這個我很感動 很感動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用快速 就是可能今天做明天就擁有了 這真的要用時間 之後慢慢累積 讓它發酵之後 讓它濃縮 讓它自然的揮發掉 才可以有這種濃郁的味道 你看它講話結巴 油輪式 妳就知道這種感覺 有嗎 我覺得我講得很好 妳很少 妳眼睛太哭了 我是真的要哭出來 這個我說真的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醋也好 酒也好 為什麼有時候會讓人家覺得 會這麼的興奮 其實它真的就是你想像一下 葡萄是葡萄味道 葡萄酒是葡萄酒的味道 那葡萄怎麼轉換成葡萄酒 不是說你放酒了 它就會變成葡萄酒 它要有很多的時間 一個是時間 一個就是你要控制溫度 你要很多的計算裡面 才可以呈現它最好的味道 對不對 說酸掉也會酸掉 壞掉也壞掉 如果說醋 它醃漬一天之後 吃起來那個嗆味 跟你放完兩三天之後 味道開始溫和起來 這個喝起來就是非常的溫和 就是真的要用時間 慢慢才能換來 而且它那時候醋 你說放兩三天之後 沒有蓋好放兩三 對 它是溫和的 但它沒有後勁 對不對 就薄弱 雖然是順 這個沒有 這下醋裡面做得最好 叫巴薩米粉 不是我們華人的 可是我巴薑的方式 這是由華人來發明嘛 對不對 我們不可以輸人家 他們用茶燙 其實應該用鋼 這種鋼有個好處 喝的力道 我最喜歡就是 有這種不服輸的景色 對不對 堅持 但是你這種不服輸的 大家不知道你一樣沒有用 是 對不對 所以這一鋼就是要 讓大家知道 有的人也要跟你買 你會賣嗎 你要聽真的嗎 不賣 那你什麼時候會賣 我女兒家的那一瓶我拿起來 女兒紅 她就有點太激動了 不好意思 我激動了 但你想到這蘊藏著 歲月精華的葡萄醋 再也喝不到 心情難免有點失落 只好喝黑豆醋來平復一下 接著下一站 我跟府立要帶大家 去清幽的石令山上 這裡有一位大哥 一樣是製作著遵循古法 費食又費工的時間料理 還有隱藏的料理 最近這個地方我來過 朋友不多 但我認識這個人 你認識他 對 來這邊跟他打聽就沒有問題 但重點是 他做了一件事 是現在人幾乎比較少在做的 很少在做的 而且跟這些木頭 很有關係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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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過嗎 對 你現在 你猜裡面有什麼 就是麥芽 麥芽在哪邊 這個不是嗎 麥芽長的這件事 這個 殼 殼 麥芽殼 對不對 放糯米 放糯米 現在要把它瓦出來對不對 對 瓦出來 你要拿來把它脫水 然後它就吃了 就拿來煮麥芽糕 等一下 它等於是讓米裡面的 芡出來 對不對 裡面它當它的澱粉 就是它澱粉出來 像勾芡那個樣子 不是 那是什麼 它利用轉換到的酵素 去把它電源轉換成糖 所以裡面沒有加糖 裡面沒有糖 沒有 它沒有糖 就是 就很單純就是 這個 麥芽加米芽 然後麥芽的酵素 去把它米的電源轉換成糖 就這樣子 它這個有沒有 它這個有沒有 我們要看它什麼時候 糖化好的程度就是 先把這個米拉好起來對不對 然後把它剝開 然後找一粒 比較完整的 對 黏牙去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糯米豬蝦是硬的 可是你摸摸看 如果就是軟的 軟的 這個 看你 你 不是要糖化的 老闆說 他煮的麥芽糖原料很簡單 只有麥芽跟糯米 不會另外加糖 麥芽糕之所以會是甜的 全靠麥芽的酵素 它可以分解糯米澱粉 產生糖分 是純天然發酵糖 像老闆這樣 這麼費工用柴火煮麥芽糕 已經不多了 而且老闆還會自己種植小麥 為了不讓小麥曬太陽 進行光合作用產生苦味 特別利用室內低溫控制 來穩定麥芽的品質 才能夠持續產出 有口皆備的麥芽糕 要知道 煮麥芽的工程 可是很浩大的 不論是燒柴 蒸米 熬煮麥芽糕 過濾或收汁 統統都來了 不過老闆在一旁 忙進忙出的 他在準備什麼東西 烤鴨 現在要做烤鴨嗎 對 對 這個有處理過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 再給它散個麥芽 一般不是要風乾幾天嗎 不用 風乾大概十個小時就可以了 不是 我不是看人家那個什麼 烤鴨都要先吹風 要先吹風 你有沒有對它吹氣 有 用烤鴨燒 烤鴨燒 烤鴨燒 現在都用這個了 現在都用這個了 那是50年前的老師傅 我就是看 那我是被人家騙的 我還可以看我家這邊 你那個是表演給你看 對 是 那麼多是怎麼吹 所以他就用控制器 我往哪邊 看你 通常你屁股這邊 放進去 然後這個 另外一隻手把它捏住 風就在裡面就蓬開了 像外面一般的烤鴨 一定會加一樣東西 它們皮 不管是廣市還是北平 它就用那個醋 醋加那個有沒有 醋水 醋水加那個白色的水魚 水麥芽 我們是 我是直接用我的麥芽糕 直接用麥芽糕 抹它的皮 你抹一個給我們看 我們要先把麥芽糕 拿來先調一調 我們這個麥芽糕 這個你看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黃金土 土婆色麥芽 這個拿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有人說 真的麥芽糠不會黏牙 對 等一下來吃看看 就知道 真的不會黏牙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但是而且它那個顏色 比較霧一點 有的是比較透亮一點 對 有 我們這個還有那種高檔的飯店 拿去做牛軋糖 一次買很多 專門做牛軋糖給客人 你要不要這樣太少了 很緊 可是這一鍋比較不適合吃 因為這個要 因為它比較軟 這一鍋不是要來吃的 這個要拿來料理用 所以豬比較軟一點 豬比較軟 就是比較沒有瘦那麼乾 對 然後真的要吃的話 會比這個乾 這個還不夠硬 這是要料理用 所以它 還不錯 這感覺真的回到小時候 那甜不是那種死甜 是藝能的那種 有淡淡的地瓜物 很直立 有 現在這鍋好了 我就把它嚼開了對不對 把它這樣子抹一抹 就好了 好 我們就把它吊著 繼續有沒有 風乾 風乾 風到乾 沒有多久的問題 好 這個老闆講的是雲淡風輕 但不論是賣牙膏或是烤鴨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闆說他從父親那裡學習到 煮麥芽膏 堅持要遵循古法用柴火慢熬 從蒸米開始到熬製好的麥芽膏 至少都需要花上十幾個小時 而烤鴨某種程度 跟煮麥芽膏是一樣的 除了火候等因素 最重要的是耐心 一個等熬製 一個等風乾 也需要待在高溫環境中的毅力 你看這個烤鴨亮晶晶的 老闆 什麼時候切開來吃 你看那個油 對 這個很燙 我發現它這個 怎樣 比較亮 烤出來它很燙 你這個比較亮的原因是 麥芽糖嗎 麥 對啊 麥芽 我的麥芽 你看油這樣 很燙 漂亮 好吃 好好吃 肉 抓到有沒有 還有油 還有那個 油還是要 油跟汁都要在 對 要烤太久 這個 這個烤下去 最怕皮不夠脆 裡面肉太柴 對 然後沒有水分 對不對 然後油不夠香 對 它都有 出發囉 嘉義的水上住著一位食材狂人 他對於種植土羊桃和釀造土羊桃汁 這門功夫 真的可以用吃狂這兩個字來形容 不信你看看它囉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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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問什麼 我在想這羊桃樹幹 這有20年的樹齡 20年 但是我 我每一顆的羊桃 都必須要每一年都要嘗試 看它是不是夠酸 那你為什麼把它砍斷 對 因為它不夠酸 它不夠酸 對 你們吃起來可能酸酸的 可是對我來講它不夠酸 不夠酸就不能代表 台灣的土羊桃 我們一般吃的不是土羊桃 不是 大顆那種就對了 就大顆 然後很大片 對 那個都是改良的 你現在這邊全部種的這邊是 都是台灣人生種 就土羊桃 對 可是我們吃的不是這個 你種這個幹嘛 這個要做羊桃汁 羊桃汁 對 大的羊桃不能做羊桃汁 不能 我們一種的羊桃都長 我們基本上我都會自己咬 就是咬 自己咬它 看它夠不夠酸 來 我們找一顆可以咬的 我不信你也咬 好 每一人七碗我都比較這樣 沒有啦 這顆是自己拿出來 好嗎 你 我要吃看看 你吃什麼 你剛才吃到 給你要咬這裡 吃 它不能吃 咬就好 你敢吃就可以吃 來 我跟你講 別人不敢說 吃這種東西 就什麼好不好對不對 來 來 你要澀一點 都沒有 有一點甘甘 我吃 但不會到那種 說得很酸 這個要炸 好 我再找同一個詞 好 要不要 這樣會生 不會 妳很小吃羊桃 很小吃 它現在是不是 甚至是一般 我們在市售賣的羊桃 沒有人會買這個 你很像 是不是讓人摸不著頭緒 老闆親口說的 這土羊桃放到市場 是沒有人會買 甚至沒有人會吃這種土羊桃 這也就算囉 老闆一種就是六七夾 而且到目前為止 老闆還不斷地找地租地 擴大果園 老闆的用意為何 羊桃出現 就告訴大家 有東西可以喝了 然後杯子準備好了 這是什麼 羊桃汁 漂亮 來 終於來了 來 這個羊桃汁 喝看看 跟我知道的羊桃汁 不太一樣 我所知道的羊桃汁 從小喝的羊桃汁 但冰的是一定 但鹽是好像偏深 羊桃汁 這是熟悉的羊桃汁 它有鹹鹹的味道 是羊桃汁 你要去做羊桃汁 要去羊桃汁 要去羊桃汁 對嗎 要放甜 對嗎 要甘甜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所有的東西 你在做都必須要用鹽巴下去 抑制 抑制它發酵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喝羊桃汁 裡面會帶點鹽分的原因是因為 你要去 應該是釀羊桃 對 對 那需要用鹽嘛 對不對 鹽來抑制它 不斷地一直敗壞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用鹽巴去洗羊桃 對 這樣羊桃可以 有發酵嗎 它會發酵 但是抑制它會發酵 你知道老闆 有多沉迷在釀羊桃汁嗎 他還把羊桃汁 當成酒在釀 一瓶原汁 最少一年半才肯賣 還有那種放了五六年 還不肯賣的 好 這個 這一樣的東西嗎 同樣的東西 你看顏色 這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東西 這個你說一年半 一年半以上 就一直放 真的放多久 這五年 什麼都沒有變 它就是裝瓶之後 放了五年就變這樣 對 然後這個 來 我不敢聽 這個到底幾年 這個十年 這個很多人 很多人要買 我說 你只要把它開架 它就死了 這個東西不是用錢 來跟我們 你們家還要拿 你拿多少錢 要不要 我會不賣 你還是夠錢 這個要怎樣 因為這個東西 不是用錢去衡量它的家 那請問 這樣子不是用錢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有什麼樣的機會 或什麼樣的方法 除了錢之外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我帶回家 你用錢買不到 對 我知道 所以我說有什麼方法 那有什麼方法 那要讓你覺得 我們是不是有緣的 我是用送的 我跟你講 我已經送到 送到 送到最後一瓶沒有了 那我就放心 在我手上的這一瓶 我可以喝喝看嗎 這個可以 可以 我們有緣 有緣 好 來 這是最後一瓶 因為我們這瓶子 我覺得它 這瓶因為最後一瓶 它不會讓我帶走 要不我們就把它喝喝完 你看 十年就是有差 你覺得差是怎樣 十年 我覺得連那光澤度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十年真的比較貴 杯子比較小 來 來 來 光澤度當然一看就知道不一樣 對 可是外面喝到的 很多也會有這種顏色 剛剛你沒有在加 有的加黑澡 對不對 來 我先再喝一次這個 感受一下 說實話 這個已經夠好了 這個已經夠好了 其實我很期待這個十年 對 它的那個沉跟底韻是 一直往下的這樣 然後那個整個在嘴巴裡面 這個該怎麼形容 我這樣講大家可能比較尷尬一點 它就是普通紹興跟成年紹興 有喝過紹興的話 或是你有喝過任何的成年的酒 它就會多了一個底韻出來 這是時間 時間淬煉出美味 這個沒有時間做不來 它酸已經不見了 對 它酸已經被熟成了 那它的味道 你聞起來是不是有它的 烏美的味道 有 對 但是它裡面沒有烏美 這個是天然熟成的 產生的烏美的味道 但是現在基本上 要那個味道用香料 香料就好了 但香料沒辦法讓它整個口腔都 不可能 它不會讓你乾 它起碼它的什麼 它浸到裡面 嘴巴裡面 它不是那種香得很誇張 然後它是溫潤的那種底韻出來 這個香精的話一進去它太香 從這個大哥的嘴巴裡面 它所從頭到尾講出來 對 還有它的眼神 對 它的眼神 它從頭到尾就是堅持 這個人一輩子只要做好一件事 你就功德圓滿 接下來我們要去拜訪有80年歷史的老店 一國老爐 從日據時代抹到現在 你說它是80年的老爐對不對 對 當然有油 但我喜歡鴨油為什麼 鴨油是最好的 鴨油是不好的脂肪酸 對人體是好 比雞來的好 跟植物類的那個 對 不不好脂肪酸 橄欖油一樣 鴨油是肉類的橄欖油 你這個油有... 我跟你講就是 我們就是客家人比較節省 今天這個鴨子 抓起來以後 是不是油會浮起來 對 油撈起來 每天有多的鴨油就撈起來 一鍋大概 只有這個大概四分之一 一鍋 一鍋 一鍋取出來油四分之一 可以啊 OK 我現在還是要解釋一下 我覺得這個鴨油撈起來 有什麼作用 然後來炸鴨子 第一個炸鴨子 對 炸鴨子 最好吃的東西是不是 我不是用沙拉油炸 我用鴨油炸 對 這個沙拉油比較會變質 好 然後這個鴨油拿來爆紅蔥頭 叫鴨油香蔥 好像你的 有賣鴨油香蔥有沒有 對 你的包子裡面也有放鴨油 對 包子的餡 80年前你們家去賣包子 也賣香蔥鴨油 對 怎麼會這麼... 這個煮了多久 這個滷了五個多小時 五個多小時 那不快化了 對 但是我們就是要把它整隻 保持完整把它撈起來 然後等一下我們過油炸的時候 你在滷是每一隻 就像插秧一樣這樣插進去 對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 拾得下去 對 受熱才均勻 你要是用疊的話 底下那一個就浮掉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或者會黏在一起 但是煮久了以後它... 它慢慢肉開始變的時候 它就會縮起來 然後受熱就會均勻 對 每一家老店都有自己時間 累積出來的撇步 張大板說這鍋老爐 就是他們味道的精髓 每天幾十隻鴨子的淬煉 經過80年之後 這個味道絕對是別人模仿不來的 而且鴨子在老爐裡 要度過漫長的五小時 滷到整隻鴨幾乎要化掉 然後在客人下單之後 老闆才會把鴨子下鍋酥炸 準備要來囉 下冒煙夠了 夠了 下 兩大三分鐘就炸了 它不會黏字嗎 應該怎麼會 對 不要急 它大酥了就會脫了 屁股噴 看到屁股噴嗎 看到屁股噴 你看我都是生泉 你要再一次開始 已經好了就可以了 那吃起來直接這樣吃嗎 還有我們祖傳的 胡椒鹽 胡椒鹽是祖傳的 成盤 老地方是 最後炸壓的步驟很關鍵 高達180度以上的油溫 快速炸兩分鐘 瞬間把滷了五個多小時的 多餘水分逼出體內 這樣香酥鴨才會表面酥脆 肉脂彈牙 這家老店 還有另一個80年的傳奇 這個老麵說真的 它有酒香是不是 有像那個 發酵的那個香氣在裡面 對 這個是我們店裡的精神 一個店的牌柱 正店之寶 這個老麵 做那個包子 做那個包子 對 然後這個蒸出來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內心做的 這個餡是我們這邊做的 特加小炒的肉餡 因為我們有賣香酥鴨 這裡面有鴨油香蔥 還有80年的老滷汁 母鴨子的滷汁 你可以教我朋友包嗎 這個 坦白講 我是從小 大概念國小的時候學的 那個時候手比較強 所以現在不巧了 對 現在學很難 你現在像你這麼大這麼老了 手不巧 現在學很難 來 我不相信我們 試試看看 我們兩個小的時候也是這樣呆呆的 就是一直捏 一直捏 看起來很簡單 動作慢一點 拜託 就這樣 對 來 做一個試看看 這樣夠不夠 行 可以嗎 還是要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OK 好 這樣可以 好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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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等一下 第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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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左撇子 左撇子 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教了 真的很尷尬 這樣 我要這樣 你是用用用手嗎 我這樣子 對 這樣子 OK OK 對吧 對 然後肉餡再塞進去 對 我再包一次 可以嗎 你乾脆把它當水餃來包 好 80年的老麵 麵皮的彈性 在老闆包的時候 很明顯就可以看出來 老闆說 小時候學的都是16折 長輩說 16折發起來比較好看 它現在改成12折 這樣速度快 而且並不影響口感品質 包好的包子還要放置 讓麵皮發酵 這樣口感會更好 看著蒸籠上冒著熱氣 大快朵移的時間到囉 但是老闆說 吃香酥鴨要很狂暴 我是鴨王的再傳地址 在我左邊 這個就是鴨王 你會叫什麼地址 我是鴨肉寶的地址 有叫鴨肉寶 你有叫鴨肉寶王嗎 沒有王 你就叫鴨王 還是你有叫包王 鴨肉包 包王 包王 包王更難聽了 那不重要 重要是你的包子好吃 對不對 我們先吃包子 還是先吃香酥鴨 鴨當然是這個重頭薯 來 鴨 怎麼吃 吃這個鴨子一定到 我跟你講這次是母的來了 怎麼看 他說瘦短的就母 不是 他剛剛手指甲有擦指甲 我把它卸掉了 我跟你講吃這個鴨子 咱們一定要很狂暴 你剛剛有跟他喝酒是不是 沒有喝酒什麼客 祝你怎麼可能喝酒 我臉或是看到你會緊張 看到鴨 母鴨 看到母鴨會緊張什麼 你說要怎麼狂暴 這一定要很狂暴 對 像這一隻母鴨 我們要從牠胸部這樣壓下去 有聽到聲音嗎 有 是要擠得上 它是煮很久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熬五個鐘頭 五個鐘頭 五個鐘頭 粉蒸碎骨 你不能這樣拉 一拉就只有一隻骨頭 是 我真是鐵愛柔情耶 你好溫柔 主要就是皮是酥的 肉有肉汁 你媽的皮也太酥了吧 化掉耶 為什麼化掉 閃掉耶 有人誇張啊 我跟你講 那個叫什麼 那個啊 什麼 露景鏡那個什麼 泡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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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囉 妳吃 妳看我這還有帶肥油 妳吃 燙對不對 對 很燙 剛剛炸起來當然很燙 這個香酥鴨厲害 鴨肉的香氣 本來就讀數一個 再加上老乳五小時的加持 鹹香鹹香軟嫩多汁 酥脆的外皮可以算是畫龍點睛 因為由鴨油下去炸 所以就算外皮吃油 吃的也都是鴨油 裡應外合共創美味 老闆說香酥鴨 連骨頭都酥喔 妳看 這等於整隻鴨都可以吃了 除了比較粗一點骨頭 只有鴨王 妳是現在在變魔術的人 妳剛剛講那個化骨棉長就對了 早上我就是用化骨棉長整它的 鴨皮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妳要用烤的對不對 妳要用像炸的對不對 甚至有用蒸的對不對 甚至有用煎的 它都可以表現出個子不同 的原因是最好 它的鴨油是很甜很香的 對 鴨油一樣 雞油豬油跟沒有鴨油來的香 吃包子 好 老麵糰 它最大的差勢在哪邊 你知道跟一般的麵 除了咬勁之外還有一個 只有個人 香氣還有一個 老麵糰可以當容器 當容器 你把它撕開來之後 它如果裡面有水的話 有魚的話它會沉在裡面 它不會被麵糰吸進去 真的 對 有這樣子的視覺 你看 有沒有 它旁邊並沒有暈到這邊來 為什麼叫客家小時候 你有豆干嗎 有耶 豆干有耶 不只豆干 你看那個魷魚 有加耶 還有蔥 好吃的客家話怎麼講的 這樣一點 好水 好水 好水不是廣東話嗎 廣東話是好美 其實我們是講 阿美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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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阿美歐 阿美歐什麼意思 天啊 天啊 我的天啊 阿美歐 為什麼像泰國的 阿美歐 很像 好吃 湯汁 我要喝一下這個湯汁 喝不到 喝不到 有耶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老麵糰的包子 好香喔 這個肉汁好香喔 對啊 80年的老店 我看到了一點一點堆積的美味 老爐老麵 還有老闆三代傳承的老手藝 就是這老店的價值 東山最有名的就是龍眼樹 我們透過朋友介紹 要找一位叫做小二哥 據說他產的龍眼乾 是古法做出來的 小二哥 小二哥 你好 小二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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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來這邊 跟你看一下說 今年聽說龍眼的產量 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 所以 雖然不好 但是該錄的我們還是要錄一碗 已經在烘了 對 這個現在還是新鮮 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它已經 這個已經烘好了 烘好了 但是其實龍眼拔下來之後 它要做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踩下來我們就是把它整個放到這個 窯上去 然後就生火 然後第二天我們要清米 就是把那個魚 它有那個 它有魚 素質跟顆粒分開 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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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五夜 對 它新鮮踩下來之後 不用曬 直接就旁邊剝 就開始烘 對 然後 然後 每一天的晚上就是要歡陪一次 就連續五天 因為我們這個是 算低溫烘餅 烘餅 烘餅怎麼點 我們柴火一般 我們農園它的柴火 比如說我們搖到這邊 我們柴火差不多在這邊而已 不是在正下方 沒有 不能 你在正下方它就會爆開 一瞬間因為水分還沒動 它的水分還沒有脫水 所以直接就水分爆出來 跟油炸的 裡面含水突然爆出來 對 如果說我買這個龍眼乾的 它也是帶殼的對不對 我要怎麼去分辨它是好的 好的 一般 像這個有破掉的 等一下 就不好 這個就是 有破掉的 就不好 這個就不好 沒有破掉的 完整去看位 像在挑的時候 我剛好拿到兩顆 一顆是 會搖 一顆不會搖 有差別嗎 有 有差 一般會搖的 它 它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 跟它的品種有關係 因為它比較大顆 所以烤的時候 如果烤的時候 烤的時候 它就會搖 它就會搖 還有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比較沒有肉 它的肉比較少 比較薄 比較薄 它就會搖 一般肉比較厚 它會夾著 它就比較不薄 所以如果你搖 一般就是 盡量不要搖 會搖 所以要吃比較有肉 就是搖這個沒有油 不會 比較不會油 出發囉 事說聊了半天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本來新鮮的龍眼 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讓它烘成現在這個樣子 一打開來 龍眼縮水也就算 它還保有原本的外殼跟形狀 它怎麼辦 我們這個腳 就是你搖了之後 以這個為一條線 這個會是線 我們現在翻的時候 旁邊說 我們現在把這裡 你把它翻 翻 翻翻 翻翻 都要翻翻 平均也是一條線 這裡翻翻 後面都要翻 平均就是 翻翻 第一層 第一層 還有平均那邊 我們要翻翻 跟這個線 我們的線 做好吃 再來貼整個塔 要翻翻 翻過來 你不可以直接翻過來 不可以 翻就是翻到腳 我們一般就是 這把一條線 做好 腳是要做好的 開始在這裡也要翻 而且你現在 在撥這個時候是下面沒有熱 對 現在是你還沒有 你要是深火的話 這不就很熱 對 它很燻 你會戴口罩嗎 一般我們也會戴口罩 這應該是防毒面具吧 在戴完後面具可能會 不方便 小二哥說他出生的第一眼 看的就是龍眼乾 雖然現在機器 已經可以取代人工 但是他說機器 做出來的龍眼乾 雜味多 香氣不自然 所以他還是堅持用龍眼木 來烘焙 因為龍眼木不但耐燒 烘出來的龍眼乾 濕潤有嚼勁 還有天然的香氣 我這也太快了吧 怎麼有人混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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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安慰 好 你們比較燻對不對 遇風都往這邊吹 我來 超重的 另外一圓 一圓要拚 對 還有一圓 你都要拚有拚嗎 快 太均了 快拚 你沒拚不行 要有平均 要平均 好 要平均 我 你要看它 這個沒有拚 沒有拚 這裡沒有拚 對 你知道這邊要有一條線 然後這個要比較平的 是 對 你有沒有發現天使 現在遮住的時候 煙少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把它遮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不要這打開了吧 好 你這樣怎麼可以 我們就做工了 好不好 出發囉 回看 準備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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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燻 對 為什麼太大力 我已經飆累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呼吸了 對 對 待會兒它都開 才會開 對嘛 你不太對 你如果沒有拚 快它就沒有 開開 真的是太燻了 這都沒有再帶那個 護目鏡的嗎 沒有啦 帶護目鏡 待會兒就沒了 就沒了 你只要 你一直滷 一直滷滷油 怎麼辦 一直滷滷油 你滷滷油 滷油 翻好 你知道它在哪邊嗎 我從小 我們家開的就是探烤的串燒 對 我這個我很長 這種東西對我來說 稍微嚴重一點點 可是沒有像它一樣 愛哭鬼 它眼睛都出來 好 但還是要繼續做 話說 我雖然從前有練過 但這種嗆法誰受得了 你看 這翻背的姿勢 還有低指頭 彎著腰一排一排地翻 整張臉絲跟煙 是正面衝突 我們還是稍微體驗完完就好 人家小二哥在慘季的時候 這個動作要連續做上兩個多月 我只能說 我們還是當個廚子 快樂地做菜就好 桂圓蛋有沒有吃過 這個是小時候的做葉子 麻油蛋加桂圓對不對 對 可是好吃 我沒有這樣吃過 原來放的薑 放的麻油 然後放的桂圓 然後煎著蛋 你看 甜甜甜甜 對 香 我喜歡這個 非常好吃 喝個湯 好 可以 桂圓雞湯應該是我 從開始錄節目以來到現在 我第一次喝 對 我覺得很好喝 對 它的甜味 因為本來雞湯的時候 我們每次期待就是只有雞的甜 龍眼的甜它不會搶味 不會 對 對 兩個在裡面很平衡 好朋友來的人 好朋友 好朋友跟青人一樣 好朋友 以後我的熬雞湯 也可以放桂圓 桂圓補氣嘛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這個好 這個好 那種也好 但我說真的 在吃這個雞肉之餘 這個是跟桂圓最沒有關係 它是用龍眼的 對不對 但我們每次傳到它 不管吃的是整個桂圓磚 或是烘烤出來的桂圓 你真的以為 應該這樣講 你知道這個食材 但你不知道的是 原來它這麼複雜 好嗎 不知道它的做工這麼繁複 我光是 我跟妳講 光是在上面燻 我說真的 你這輩子燻一次 你就永遠忘記 是不是這樣複雜了 真的 對不對 如果您也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 詹姆斯出走料理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訂閱小鈴鐺 接收影片最新的通知喔 感謝您